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主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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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而如果拆门 又会对新建好的博物馆 造成一定程度的损坏 为了保障更为重要的文物 能够顺利进入展厅 负责人马生涛最终决定 为了保护文物 拆掉门框 考古工作要求做到万无一失 文保工作更是慎之又慎 经过工作人员 小心翼翼地拆解安装 这一件文物最终呈现在众人面前 这是一套非常精美的 秦陵一号铜车马复制品 虽然铜车马是复制品 但它的实验结果将为后面的 秦陵二号铜车马真品搬迁 提供详细的资料 找出搬迁过程中 容易出现的各种问题 并逐一克服解决 才能让铜车马真品搬迁 做到真正意义上的万无一失 秦陵铜车马是国之重器 国宝中的国宝 自出土以来 在兵马俑博物馆生活了40年 从未离开过的二号铜车马 这一次为何要搬迁呢 秦陵二号铜车马修复完成后 一直安置在兵马俑博物馆 少有露面 这一次为了让它更好的亮相 秦始皇帝陵博物院 专门在其出土的车马坑附近 为其打造了铜车马博物馆 可以说这是二号铜车马 出土40年来的第一次回家 早在40多年前 在秦始皇陵西侧20米处 出土了两辆青铜马车 出土时 每辆车都碎成了三千多块碎片 经过考古工作者八年时间修复 最终才恢复其原来的面貌 这六个绳子是啥呢 是三个是朝左三个朝右 因为其中有一个马 它是两条挡的 它不能往右走 这个马不能往左走 这两个控制左右 控制左右有什么样的 所以每个马它有一个左右 这两马绳掉了刚好是六个绳 八个斩肉 还是很科学 铜车马是秦始皇的陪葬品之一 象征着秦始皇鸾架的一部分 是按秦始皇御用车队中 数车二分之一的比例缩小制成 车盖以及车鱼内外 彩绘着精美的纹样 两胜铜车马上的 经营视频 重达14千克 显示了铜车马高贵的等级 其中一圣玉冠勇站立的铜车马 一号高车为开道的马车 二号铜车马 因其一根配绳上发现有诸书的 安车第一四字 而得名安车为主人的座驾 在此之前 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重达832.84千克的厚姆屋顶 曾一度被认为是最大的青铜器 然而这一记录被秦铃铜车马打破 秦始皇帝铃踩绘铜车马 单车超过后母屋顶四百多千克 被誉为青铜之冠 秦始皇兵马铃博物馆办公区 工作人员小心翼翼地 抬着一块长条形雾板走进室内 上面有一层厚厚的白色泡沫塑料 工作人员在经过仔细测量之后 将它放进了地上的盒子里 然后又对它进行严密的包装 将四周的空隙全部用软的白色泡沫板填满 此时工作人员包装的正是2号铜车马的配绳部分 那么如何包装才不会对其造成伤害呢 拆解的时候我们也是请了这个保护专家来协助我们一起动手 就是避免在拆解的过程中发生一些特殊情况 比如说发现有彩绘的这个是不是有会不会有掉落的情况 以及会不会有一些细小的部件会不会有损坏来进行处理 那2号车的车厢就更大 就是更复杂 它的难点就在于这个车盖面积很大 又非常的薄 最薄的地方只有一毫米 最厚的地方是四毫米 2号车的散盖像一个大型乌龟壳 长1.8米 宽1.33米 它不仅面积大 而且薄厚不一 厚的地方为四毫米 薄的地方仅有一毫米 是一字铸造成型 没有断打焊接的痕迹 不要说在2200多年前的寝带 就是在科技发达 设备齐全的今天也并非易事 箱体原本是放置在车轮连接的车轴上承住 为了便于装运便卸下了车轮 但车厢也就失去了承住部分 无论是搬运还是挪动 都没有可失利的地方 又不可能直接触碰箱体本身 我们在装这个车厢的时候 既要防止它左右的摇晃 我们有这种夹板来固定它 同时还要防止它上跳 但是上跳的时候 你又不敢使劲地去压它 这个会对车贷造成破损 所以我们也是想了一些办法 来限制它的震动 对它的影响 工作人员为此 专门在箱体下面 制作了一个刚制的托架 用来与包装箱的底部进行固定 为了防止箱体位移 在托架的四个角 用特制的木板 将箱体与托架进行固定 这种木板的理念 包裹了一层粘毯 然后再包裹一层柔性的包装纸 车轴部分则用软性的袋子 将其固定在包装箱的底部 同时在上面 用四根包装好的木方 对箱体进行固定 在散盖与木方之间 又用软性的物品进行填充 最大限度地防止了车箱的晃度 软铜码也是包装的难点 因为铜马腿出土时 都曾经断裂过 所以如何保护铜马腿 就成了文物包装中的重力中之重 为了不让铜马腿直接受力 工作人员同样做了刚制的托架 将受力点放置在铜马肚子上 在配饰与铜马之间 进行了柔指的隔离 避免运输过程中产生摩擦而相互损伤 然后再对铜马全身 用软性的包装纸进行严实的包裹 因为光把这个马放在托架上 虽然用带子捆紧了 它运输过程中还会产生这样的上下的抖动 所以我们在前后还有一个夹板 这个夹板是跟箱体完全固定的 这样确保文物在运输过程中不会晃动 夹板和马之间也是软连接 有缓冲的东西 然后这种小的独立箱做完之后 再把这个箱子放到一个集装箱里头 这个箱与箱之间也有缓冲的保护 小箱套大箱 四匹铜马就这样被工作人员安全地 装进了集装箱 整个二号安车被工作人员拆分后 一共装了七个箱子 土路颠簸 铁板阻挡 无法进门 文物搬迁一波三折 青筒之冠 国之重器 工作人员慎之又慎再三实验 为了让二号铜车马 真品搬迁万无一失 文物被小心拆解 一层层细心包装 经过加固 保养 多重保护的文物 金属公罗 库局 作词 请用 请用 ockey 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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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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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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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